破轮不会溜 记住这招 秦王让住 空定溜鬼三台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有泰 这一期的话 给大家带来是这个 针对破轮的一个教学 那么开局的话 我们放完棺材之后 哇直接就是说 听到破轮的声音 那么赶快进四合眼躲避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破轮直接看到 哇 那么我们学习一下 就是我们找这种地方 看他一个大概 估摸一下他的一个 这个行动的一个轨迹 然后的话 我们就是说 学会去绕这个 绕这个四合眼的一个墙 那么军工厂上 这张地图的话 对于破轮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因为我们这个四合眼 这个位置 比较窄 你看没有 我们停顿一下 然后我们再拉一个小幅度的 然后这样子拐过来 这个跟小丑是很像的 小丑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说你感觉不行的话 极限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这么使用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跟他一直绕 然后的话 改不好绕 然后我们就转走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我感觉我上了一层次 然后撒机会好了 然后我们要远离 我们的这一个 棺材 然后这边的话 开始了 秦王绕住走 就绕这两个小树 然后他会利用他的加速的时候 会蹭到你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被蹭到的话 赶快我们去翻大房这个窗户 然后这边的话就一直绕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他也绕这个小圈 就紧贴模型 很可能我们容易被滚到 然后这边还被滚到之后 然后我们赶快跑 他变形 然后我们直接翻这个窗户 然后这边的话 夹着丢15 然后我们赶快拉走 这时候的话 因为闪现已经好了 我们尽可能去拖延一个 闪现时间 然后其实这把电竹已经 这波一六的节奏 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这边的话破轮开始急了 夹着开始丢歪了 这一把的话 我带的是一个双坛 没有带飞轮 因为打的有点点 怎么说呢 因为带飞轮的话 感觉这个拉点总是拉得很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赌他会不会闪现 然后躲下的夹子 结果他没有 然后我们再翻进去 这边的话 我以为他夹着会丢中 结果没有丢中 因为这边的话 一直想拖这个闪现 但是后面发现 他应该不是闪现 可能是个金身 那么没关系 我们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不露恋 因为没有意义 这边这把地图比较小 我们棺材放到四合 我们无论死在哪里 都是不好说的 都是容易被他逮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电机 我们选择直接露恋 因为前方的话 电机快亮了 然后他们就是说 两个修机位的话 他们都已经开启了新机 然后前方 前方的话离我太远了 旧的话不好 所以说这个选择 我们直接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遛鬼了 因为我们落地起来 我们有个无敌 这就是弄链是一个好处 那我们继续溜 继续绕绕绕绕绕绕起来 这个把破轮 我觉得非常非常搞笑 我们这边在跟他绕 就看着他 那这把的话破轮滚着滚着 就这个位置 就跟他绕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这四圈子如何去绕破轮 那么下次的话 自己玩的话 也可以这样学习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他就不杀我了 他就都不好杀 他再杀我的话 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然后我们直接让心理学家 给我们吹血 因为破轮这个机动性比较强 我们摸的话 万一摸到一半 那么我们如果说被抓着的话 我们又死在这个杀包残机 那么就会非常亏 所以的话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赶快吹血 然后我们直接就是说 不和心理学家合训 我们直接去开台新机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大没有台残机 屠夫的破轮 可能要是手电机 我们直接就地开新机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这边的话 把心理学家勾引过来了 跟我们修机 然后心理学家跟我心灵相通 我也想压机 他也想压机 然后这边队友倒了 那么直接开机 然后我们开门站 没有棺材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不点门 让这个心理学家点门了 因为我们上过挂 然后我们手里没有飞轮了 如果说你有飞轮的话 你其实是不怕他二接了 就确实是一个反牵制 一个好东西 但是我们这把没有带 所以的话我们要谨慎 那这边的话 闪现就杀前锋 屠夫肯定是几眼了 觉得这把已经是输定了 那么就是杀这个前锋 所以我们这个六位破人的话 有时候可以绕住走 好希望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哦 谢谢你们